戶外可爱的小花园还有宽敞的空间 让老人家安全的在戶外活动 还可以享受日光浴 也可以种种青菜 整理棚栽 关山镇的日间照顾中心 平常提供社区老人有一个受透的场所 有照服员的细心照料 也让老人家可以和同伴一起欢笑 为了提供更完善的服务 不再只有日间照顾 居家服务 送餐等等的服务 将转型增加提供夜宿的功能 日间照顾中心算是长期照顾服务里面 比较新兴的服务 因为我们一般长辈其实很害怕去到机构 去到机构我们会觉得有机构的 就是比较可能药水味啊 或者是药味 那我们长辈会很害怕这样的味道 其实我们如果需要疏解到家属他们的照顾压力的话 其实到日间照顾中心是很好的服务 因为我们就是很想拖劳所 因为我们就是假设是拖劳所这样子 早上八点长辈到我们这边来 我们有交通车接手 那到下午四点到四点半 我们把长辈接回家 其实接回家之后 那长辈的儿子女儿也下班回家了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衔接 夜宿的部分的话 是我们大概十月份会推出的一个服务 那个叫做多元照顾中心 也是常照服务要转型 日间照顾服务变成小规模多机能 对主要是让长辈就是 有时候家属可能临时 尤其我们在东部 有时候家属可能需要到西部去办点事情 需要三天两夜四天三夜这样子 那长辈其实在晚上一个人在家是很危险的 那我们希望我们这边可以改造成夜宿的话 就是长辈到我们这边来 我们最多夜宿三天 就是我们一样照顾服务员到晚上都还会在 那我们准备三餐这样子 长辈在这边其实就是很舒适的环境 主要是我们的办公室空间会改成 就是有两间隔间的房间 提供夜宿服务是台东县内第一间 日间照顾中心转型的案例 今年在六都市办日照中心转型 以利麦子基金会承办的 观山日间照顾中心 也争取偏向地区市办点 获得补助 朝小规模多机能方向服务 将有卫生局长照专员 以及专业社工访试干家庭长辈的状况 再量身打造 适切的照顾服务计划 包括交通接送 餐饮 沐浴 以及居家服务 晚上也可以接受临时托雇 给家属一个照顾的喘息空间 也能安心投入在自己的职场工作上 东台新闻林婉珍 陈静雄 观山正采访报道